Domo Konnichiwa Shuo Yusei desu 好久好久不見 最近我沒有上傳影片 為什麼沒有上傳? 有原因的 那個原因是 我的iPad做影片的時候 試用的iPad 它壞掉的關係 對我來說非常非常大的問題 因為做影片的時候 沒辦法做影片 最近拿到手裡好的iPad的時候 我非常開心 這樣的感覺 那麼今天 我要做新的影片 那你們再看新的影片 新的影片是這樣子 我要介紹 我要推薦 日本的東西 是這個 它是 無印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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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字都可以 無印良品 名字 名字是 泥豆漬け 醬油 煎餅 煎餅 應該你們知道 煎餅這個食物 就是 做 用米 和 做的 算是甜點 為什麼我想煎 這個 煎餅 在台灣也可以 買到 日本的煎餅 但是 大部分是 比較沒有 日本 煎餅的味道 它的話 比較有 日本的 風味 海 製造 綠的話 沒有 沒有 感覺 沒有感覺得到 海 那麼一塊 火 你看 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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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 黑色的 所以 裡面也有 醬油 海 味道是 嗯 很有味道 很有味道 啊很香香的 香香 雖然它的外表 是那麼黑黑的 所以看起來 看起來很有 醬油的味道 但是沒有那麼鹹 一點點 應該對台灣人來說一點點 鹹的東西 但是 但是沒有那麼鹹 我想表達 我想推薦的是 它的味道 吃起來的時候 那個香香的味道 就是 日本的味道 在日本的話 還有更好吃的 鮮北 但是在台灣 最近買得到的 但是 它是 我覺得最好吃的鮮北 應該是 對 就是在 無印良品 買得到的東西 在 7也 買得到 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沒有興趣的話 也買看看 無印良品的 泥漬漬 真的真的好吃 對 再見 再見 謝謝收看我的YouTube 如果你對制服以前有趣的話 請訂閱一下我的YouTube 然後還有 我的FB的專頁 請按讚一下 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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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